许恩与王嘉良今年迎来女儿的诞生 生个为新手爸妈 日前许恩发文提及 宝宝常会看着某处笑得很开心 或是突然被吓得哭出来 因此很确信宝宝失气 真的看得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 接着他透露 前一天半夜 王嘉良询问他 有没有用宝宝监视器的麦克风说话 因为自己听到了小朋友的笑声 但许恩上厕所后 就直接进房间 加上女儿的床离 他们有点距离 让许恩吓得发毛 不过他强装镇定 认为是老公想的多了 或是那本来就是女儿睡觉时发出的声音 没想到老公接着补充到 那听起来就是小孩子的声音 不像是女儿的声音 让许恩忍不住吓得骂脏话 要老公别再说了 还用棉被盖着头的一半 在心里不断安慰自己 对方应该是好东西 对此王们纷纷留言表示 声音可能是宝母发出来的 也很有可能是宝宝在做梦 安慰他不要想太多